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熬亚洲论坛在我们不熬落后了 孩子们手里面拿的就是一个不熬亚洲论坛的薰酸资料 这三位小孩是在我们学校读书的 中间的这一位小孩皮肤黑黑的 他就是我们班的莫召同学 旁边这个小孩他就是莫召同学 他们就在我们不熬亚洲论坛里面工作 他们的生活得以亚洲论坛的发展 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不错可以找到他们 他们就在这个莫召同学书议会 莫召同学书论坛 莫召同学书论坛 我们的一个青春警戒 好像是在这个地址吧 是 原来这个文化是就在这里 改造成南墙库庆的 论坛在我们巴奥落后以后 政府想这个村里多学英语 因为我们这里外国人来比较多 这个小学现在他要再学这个英语 我们村里的忍耐 一起来学英语读书 我叫莫召 然后中军的小孩是我01年 当时才10岁 第一届亚洲论坛大会 在胖在佛奥提前 当时是政府拿到村里面来清传 可能是我们当时也是比较好奇 也就是跟着自己的父母 然后到乡村文化社去听人家清传 因为我上大学我是选择的是旅游管理 因为后面我同是旅游行业 到16、17年我也回到博奥 因为博奥的亚洲论坛 在博奥举行了 然后我也在这边搞一个理事社营业部 做旅游后自己也买车 后面也都已经盖过了 生活条件都是达到小行状态了 大家好,我是莫蒜 右边这个是我 然后这是二十年前的我 第一,看过去的时候不知道这是谁 但是我觉得很挺像火 我记得我这个一幅是我的 我们村长发的我的 但是要很惊讶,没认出来 电视上都有 都很同意把我们甲中论坛 而且每年还会嘛 然后都要借银 每个路口都要占人 蓝色啊 那时候我们这边当地人都说 就在那个金河岸酒店那里 省力会指嘛 在那里开会 几乎我们保证整个所有人都知道的 亚洲论坛带动我了 我是书中毕业 读了中专 中专没读完 然后说要工作了 但是工作考虑到了就业问题 然后要升职 然后必须要再进去学校再读那个大专 大专然后好那个成功成功 写了定的商务 因为要更好的工作 刚开始是在那个 这个包金江温行大酒店做了两年 然后出来就是来包这边亚洲湾这边做 做了五六年了 由于亚洲论坛的客人更多了 那时候会议多 那时候更忙了 电话更接不停 大概隔个一两分钟又一个电话 就是协调嘛 这个小镇各方面 景色各方面都弄得特别干净 还有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带来很多就业工作的机会 以前基本上都是以种植业跟捕鱼为主 现在的话就业工作机会很多了 就像在小区里面的物业 还有在酒店工作 工作种类也相当多了 毕竟我们这边也算是一个旅游城市嘛 然后加上包亚洲论坛以后 名气越来越大 来到这边的旅游也越来越多嘛 是我们村庄改变很大 我们村庄里面改变 还有包镇整个包镇的面貌 都改变比较大 就是包镇的公路啊 两边啊 然后镇的街道嘛 然后椰子树啊 两边的绿化啊 这些都还是比较整齐的 之前是亚洲论坛第一年时候 只有博熬景江温行大酒店 后面的话就是滨海大道这边就 陆去有很多酒店出来了 亚洲论坛带动了我们整个博熬地区的酒店 然后给我们就业工作 就是我们就业就旁边一点 十岁我在博熬 二十年后我在博熬 下一个二十年后我还在博熬 HainanTouch MateWithLove HainanTouch HainanTouch